第八集 天上的月光不大 但勉強都可以看得清條路 按照記憶 帶著它運小路 一路向前行 我清清楚楚記得 那裡有條岔路 那個大大隻隻的兄弟 跟我說 遇到岔路 就要向右邊走 那我如果沿路回去 遇到岔路 應該是向左轉就對了 但是 我一路走下去 條小路 沒有岔路 一直穿過那塊墳地 然後 向前一直走 一直走 條路 彎彎曲曲 眼看著 就來到前面震面了 我馬上停下腳 呃...Madam 不對 我走錯了 不如這樣 我們先回去震面 然後 由網巴 再一路回來 我可能 可以找到那間老宅的 而那個Madam呢 繼續插著條腰 看著那塊墳地就趕了 這裏 除了在這片墓地之外 其他呢 都是荒草爛地 根本就沒有什麼老宅 日後的時候 我已經帶隊來這裏走三次 一無所獲 我想了一會兒 ...Madam 不同的 我上次呢 都是 回去宿舍那時 看到的 可能 是我走錯了 然後不小心 看到那戶人家 那我們重新 下次吧 於是 我帶著他 一直回到震面 震面就有路燈 不過 現在是冬天 晚上黑 都是很冷 街上邊 沒有什麼人 街燈 將我們兩個的影 拖到很長很長 我跟他 一直去到網巴門口 那裏呢 還停了很多單車在這裏 我用手 只要前面那條路就趕了 喏 Madam 我們從這裏出發 回到這裏吧 就是這樣 我跟Madam 又走出了個陣 回到那條小路 Madam扯著我的手就趕了 喂 這裏不是在剛才那裏 我這個時候 忽然之間 凌機一動 我記得那一晚 我會等等一聲跑回去 這次 我是不是都是要跑呢 於是 我馬上加速向前跑 Madam見我向前跑 她在後面大開一聲 喂 你和我站在這裏 你走不掉 我在前面跑得很快 那個Madam根本就追不到我 我甚至要故意減速等下她 我由五歲開始 那陣子就跟著我阿爺在山裏面打獵 每天都是不停地在山裏面奔跑 有陣子 我和阿爺 會一直追著一隻兔子 追到跑不動為止 那陣子的我 多開心 想不到 出來社會 生活是這麼艱難的 我發誓 我回去之後 再都不會回來的 在那間廠上班 就是畜生都不如 就是這樣 我一邊胡思亂想 一邊向前跑 當我跑那個土坡之後 我又見到 前面 有一塊樹林 樹林裏面 有一些燈光 剛好有一條路仔 就通向樹林的深處 我即時停下腳 Madam追上來 正準備說要抓住我的 我用手指向前一指 Madam 你...你看看 我們兩個 沿著那條小路 向樹林裏面走 很快 我就見到 那座路窄的大門 大門口那裡 還是掛著兩個大燈籠 停了一輛紅色的橋車 但是... 門口那一男一女 都不見了 坐在車裏面的 女人 都不見了 不過... 擋風玻璃 玻璃上面 還是有那個 移車號碼 就是那個 9000 3478 人家 雙方碼 搭 雙方碼 大門口 第九集 Madam拿了个电筒 招入在车里面 在副架位那里 砍了一把 大血迹的刀 我用手拉拉车门 车门是锁住的 这个时候 我看着Madam说 Madam 你相信我 我没有骗你的 我真的在这里 见到一个女人 Madam她闹了我一眼 嘘 鼠了一声 然后 一步一步 就向着那座老宅的大门口 走过去 那个老宅的大门 门 好气派 两线木门 游了黑漆 门口上面 有两个黄红的门环 她用手 去拥右边那线门 到门 被她拥开了 她拥回头 望着我一眼 就要行有路里面 而我这个时候 就见到她的脚 脚尖着地 脚尖 突然 刺到高一高 整个人 都见得轻飘飘 好像有只鬼 抱着她的腰 用脚尖 用脚尖 摄入她的脚尖 下面 准备要带着她走一样 我即时 整身鸡皮起了 不得了 趁着她 趁着她 喂 Madam 你不能进去 这里不对路 你想想 日光日白的时候 你为什么 发现不到有这个地方 一边说 我一边扯着她 退回到树林外面 那个Madam 用力想推开我 我打死都不放手 她忽然之间捉住我的右手 打算把我过肩打打生鱼 我马上用膝蓋 顶着她的腰 然后 右手固着她的脚 喂 Madam 你干什么 你冷静点 你这样搞快 去送死 你放开我 我不放 你不放我 就算是乘警的 听到她这么说 我唯一放开她 她上上下下的 看着我一段时间 她就说 蛤 想不到你还有两下散手 啊 当过兵啊 我拎拎头 跟着呢 我指着门口 小小声地说 Madam 那间 鬼宅来的 日头 你在这儿找了三次都找不到 现在失惊无神出现 你都敢进去 进去就出不回来的了 你知不知道 你不要在这儿和我危言耸听啊 什么鬼宅啊 见过Madam 都还是想进去 我即时伸手 拉着她手腕 Madam 妈妈 你日头再过来查都未迟啊 一不是 我们就在这儿等 等到天光再说 我们乡下 有很多关于鬼宅的传说 好得人害怕的 你要不要听回过 现在死了四个人了 还要等到天光 一会儿说不迷 还要死人了 我真是没时间跟你听鬼故 我马上回头了 不会再死人了 Madam 没人可以死了 人都差不多走了 谁还会死呢 听我这么说 Madam她 有点犹豫了 之后 她拿着衣服走 抹抹项头上的汗 这儿 这儿 虽然有点邪门啊 但是邪不能圣证 你看 你在这儿等我 我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鬼 一边说 她又向前走 我出了死力 扯着她不让她走 她又转回来拖我 我一伸手 就拿着她另外一只手腕 两个人开始斗力 但是 她是一个女孩 我的手腕还叫做大力 她哪有可能赢得到我 正在这个时候 那道大闸的门 忽然之间打开了 里面 走了两个人出来 一男一女 女 男那个呢 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棉纜 大红色的褲 那个女的呢 就是穿着绿色的棉纜 绿色的褲 面白白了 看上去呢 整个精神病人似的 我即时扯着Madam 躲在她小树林 一边装出去 一边小小声就说 Madam 你看不看到啊 红男绿女啊 鬼博来的 我就是不信 Madam她说完 十声声站起来就向前跑了 我一时无意 拉不住她 她等等声 跑到她那两个人面前 拿出证件就说了 我是警队的警员姚雪 现在有几个问题 请你们回答一下 哦 这个Madam 叫姚雪 但是 那一男一女呢 根本就不理她 她们只是静静地 站在门的两边 似乎等着人 她们两个 一直看着我这一边 似乎呢 是望着我的 我慢慢走出来 一步步 走到姚雪身边 她们的目光 就一直望着我 就在这个时候 那栋大宅里面 就有人叫我 大力 我没有应到 大力 是你呀 我回回一句 伸长条颈 望望大门里面 大门里面 好黑的 隐隐约约 好像有个人在里面 应该就是那天 坐在 一部车里面的女人 坐在一部车里面的女人 第十集 呃 你 你 你是不是叫我呀 只见有只手 我 在门里面伸出来 在门里面伸出来 对着我呢 猛的 猛的入手 我自己呢 不受控制 糊里糊涂 正准备往前走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只大手 再一次 在我后面 握住我的肩子 我即时醒醒 凌转身 又见到那个大大脆脆的年轻 是你 我认得你 喂 哥仔 什么解救又是你呀 我说好了叫你不要回来的 你见不见到那条路啊 一直走 去到分叉路口那里 向右边走 就过你间厂那里了 我说了 这个时候 姚雪他 把证件都说了 我是警队的警官姚雪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请你配合一下我们的调查 那个大脆脆呢 力气很大的 一手一个 扯着我们两个 就去外边走 好快脆 来到分叉路口 他用力一拼 我们两个 被他拼开很远 当我们两个起回身的时候 就发现 面前全部都是大帽 我们想要再找回那条小路 就怎么都找不到了 妹妹 今次 我们遇到鬼闹眼了 条路明明就在我们面前的 我们怎么也看不到啊 你不用来这些神神发发的东西了 我不信这一套的 这个时候 我再去看姚雪那对脚 他走路 恢复正常 不是飘下飘下的 而那团霧 越来越大 没办法 没办法 我们就唯有沿着小路 回回头 很快脆 我们就回到大路上面 另回回头一望 坟地那边 已经被大霧完全笼罩了 丑 丑 这么大霧 唉 Madam 不是霧的问题 这些是鬼闹眼啊 你为什么这么闻塞 喇 你刚才都见到 那个号码 那间大宅 我没有说谎的 你让我走 好吗 现在我还可以买到火车票 再迟多几天 火车票都买不到 那你更加不可以走 喂 Madam 我没有说谎 那家事 是不是有老宅 是不是有那个大大小小的年轻 是不是有那个女人 那部车你都见到的 那证明我没有说谎 我摊大手板 慢慢地解释 每提到一点 那个瑤雪就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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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最后呢 他还是说 那你更加不可以走 唉 我真是被他惊得脆鬆闹闹闹闹 喂 你那些新手哪里学回来的 蛤 我没有和人学过 小时候 我跟我爷爷上山打猎 那些脚力就这样练出来 那你琴拿格斗呢 你不要跟我说你没学过 我 那经常有些野猪会发电的嘛 你没有一点自保的能力 在山里面 你哪有可能生存到呢 哈哈 有点意思呀 来 回宿舍 借你那里睡着一晚先 现在都很晚了 听他这么说 我看一看自己的call机 现在呢 已经是凌晨1点半 当我和姚雪 回到宿舍门口的时候 我看到 宿舍门口 开了 我心想 大祸了 难道又被人爆架 不过 没有什么担心 现在宿舍里面 只剩几件烂衣 什么都没有了 那些贼不至于 几件烂衣都偷掛 于是 我推开门 还有盏灯 盏灯一开 我吓到整个人 担心 坐在地上 我看到 海途它 吊在吊线上 舌头呢 伸出来很长 对眼 抹到大一大 屎啊 尿啊 顺着她的脚 滴滴滴滴滴滴滴下来 下面呢 已经堆了一堆在 我指着海途的屎 走到大叫 海途 海途 海途又吊颈死了 遥说她 快把我拉出来 我坐在地上 抱住膝头 海途 队 手掌 5 我真的很后悔 我应该 叫海图无论如何都不要打过电话 现在 说什么都太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是很害怕 我被姚雪带回到警队的宿舍里面 吓得爹爹震 一直到天亮 我都睡不到 海图是我一间厂最好的兄弟 他死得真是很惨 他就死在我面前 看他的样子 应该死了不超过十分钟 如果我们可以早十分钟回来 还不可以救到他的 我伸着左手出来 看着自己手心 我真是不知 为什么这件事会搞成这么 我真是疑不得 把他的左手刺下来 姚雪走进宿舍的时候 整对眼圈都黑了 他长叹一声 看着我说 唉 今次你糟糕了 你肯定走不了 我摊大手板 看着姚雪 喂 Madam 那又关我事 你们如果 搞好治安 宿舍就不会有财 没有财 我的基本电脑就不会不见 我没有不见东西的话 那天海图都不会召唤我 就算我回来 我都不会走那条小路 我不走那条小路 就不会撞到那个女人 就不会抄下这个烂号 那什么事都没有 对吧 姚雪打側的头 听着我大呼小叫 那当我不对了 行不行 但是现在出了事 你一定要配合我 将整件事查清查楚 现在仆街死了五个人 五条命啊 而且其中一个 还是我兄弟 我的战友啊 哼 你兄弟有时关我差事 我不理啊 我要回家 你现在回家 将这个号码带回你家 你有没有想过 会发生什么事啊 我离开这里就没事了 回到家 人家要打个电话 还有拨号 现在不是拨号的问题啊 那即是怎么办呢 我斩一只手来给你了 行不行 好 可以 你斩吧 人可以走 但是你的手留下 小喇叭 哈 你竟然敢在警队公然地侮辱警官 今次你太麻烦了 旺旺同志 你也走不掉了 骂你便骂你了 你呀阿爺呀 小喇叭 哼 我劝你呢 现在就足够时间休息 我去汇报一下工作 今晚我们就行动 哈 我们 是 我和你 就得我和你 是啊 姚雪说完 走出宿舍 我快手快脚跟出去 有两个阿sir 把我拦住在门口 我对着姚雪的背影大叫 撑你个儿子呀 死猜婆 我就你早中十八代 去到晚黑八点半 姚雪又来了 他走入宿舍 背着对手 站在我面前就说 现在我宣布一件事 针对这件案 警局专门成立了灵异事件 调查科 我是科长 哼 姚科长 你现在有多少个手下 一个 哼 那么多 一个手下 真是笑大人的口 走吧 鸡多不生蛋 人多不搞乱 我跟着姚雪上了车 我望着车里面 只有我和他 我问 姚科长 你手下呢 你咯 你咯就是我手下咯 咯 我是你手下 即是你一个手下都没有了 你几好啊 身手又不错 暂时算是我们刑征二队的偏外人员 嘘 我不肯啊 不做 每日保座85元 做不做啊 蛤 一日保座85元 我在心里面 算了一条数 那一声就淡淡口水 那时候 一日85元 都不惹小 我一间厂 一日做12个钟 都未必找到这么多 姚村望着我 就继续问 那可不可以啊 呃 85元 你算月薪还是日薪先 日薪85 一个星期休日半 呃 那 那好吧 行了吧 那不要说这么多废话了 现在去素食区了 他应该是想不吵 所以 我不是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